你有沒有看到製作者在《CAMOFLAGE FALLS ESTATE》? 最近傳出了一個更新的更新 他們移動從《FINISHED SOMETIME QUITE SOON》到《FINISHED SOMETIME SOON》 一個很棒的步驟給《TOOPOINT COUNTY'S MOST EXCLUSIVE UNFINISHED ACCOMMODATION》 Hello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 我是Elly繼續玩《TOOPOINT HOSPITAL》 今集我們就要去新解鎖的區域 是一個軍事基地 之前合作的記者有一個厲害的消息 原來這個基地是用來醫治外太空病症的人 今集我們就在這裡開醫院 希望可以幫到這個記者 將真相告訴全世界人 如果你都喜歡玩模擬遊戲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立即看看這個軍事基地 這是紙牌,一看就知道 可不可以不要太流 即是後面有更大的秘密 你看到是戰機,坦克車這樣 這一關叫做迷彩瀑布 雙點棍最迷人小鎮迷彩瀑布 雖然它其實是不存在的 經過多年的工程延誤 現在的工地就被政府拿來做秘密基地 發生了金盤鎮的事件之後 導致這個雙點棍爆發一系列的太空病症 這裡就為了治療他們 我們就要治療一波波的病患 應該是好像守城關卡的玩法 正,越難玩越喜歡 來吧 看一看地區,一開始這麼小的醫院 坦克車就在這裡 我想沒有一個病人敢不給錢 你想想,這麼辛苦過來治療 治療好了,不給錢出門口 讓我們的坦克車射下多慘 因為太小了,我想都要買地 樓下 認不認得到,外面的大地圖都會看到一些座椅 它好像說是做住宅項目 難道這些就是民居 六萬多元買土地二 另外的土地再研究一下其他土地 這個35元 很少我一開局就會買新的大樓 因為這裡太小了 讓大家看看這邊 這邊就是剛才那些紙牌屋 這裡 但是它拍了一個真車在這裡 都扔本的,雖然房子是紙牌 這些山呢 這些山景都是紙牌 暫時買一塊 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看看病症會不會太瘋狂 加醫科診診室 我覺得應該先是藥房 玩一些一波波來的病人 我們可以在中間他們未來之前 馬上升級 還有時間 現在我們就用這樣的布局開始 我們的醫院 病人在10天後才會來襲 已經走過來了 第一波有10名病人 穿這種衣服的人不知道怎麼治療 這傢伙 幹什麼 第一天上班就睏眼睡 他不是很累,而且很有能量 現在叫人事部Merry出張早上禮貼給你 我們建議院都剛剛可以在門口睏睡 真的 第一個診斷了病,要病床去醫治 一個新疾病 科幻魔力症 病患被困在一套過於合身的銀色連身裝裡面 必須在磨掉皮肉之前盡快接受治療 病人就因為想時尚走入未來,令人陰陪,實在是考慮不周 就是說他們打算這件衣服是未來人類潮流服裝 太緊了,連搶都搶不到,現在我們要讓他睡病房 好,馬上去病房 病房不如我們這次立刻去第二個區域 這個位置 我就劃分比較大的範圍 因為我預計未來都會有很多病人進來住 弄大一點,暫時放了5座床 如果不夠再放 其實有很多很時尚衣著的人 我們看看他睡一睡病床會不會脫掉衣服 這些病人是不需要去更衣室換衣服才睡 我治好了 我治好了 他只是跑走 其實我們是治好了沒有 但他的樣子很滿意 還有我們可以在空檔時間請醫生 甚至要培訓他們 這個醫生應該可以休息 因為沒有病人 加上這個人也可以休息 有錢賺 最後一個病人 可以完成了,收7000元 完成第一波 一星醫院要求是要完成10波 第二波一來就要醫燒光證病人 那些病人 第二波有15個 非常忙碌,儲了一點錢就要建建建物物 是時候都要拆這座物 65000元 要16天 好,建建了 這邊大很多 現在到了第七波疫情 解鎖了新房間 閃錘室 嚴鎮以待應該要建建新物 所以剛好我們在這邊建建新大樓 閃錘室是什麼 要30萬元 可以治療蛙星人病症 這個青蛙病的醫治機器很大 新房間當然要解鎖新的東西 青蛙燈 要200K point 這些要長的建建 然後有一個叫備用衣服 是一個衣櫃 是一個衣櫃 以完病國旁邊選擇衣服 之後就是搖搖馬 給小朋友玩的東西 好可愛 很搞笑 你看這些牆身 大家知道是醫治茄羅 究竟茄羅是怎樣的樣子 待會我們就可以欣賞到 這部東西叫做人蛙分離機 第七波真是非同小可 總共有50名病人 這一關根本沒有時間去設計醫院 現在有些人到處走 這麼多人來到很忙 留意一下有沒有青蛙 我看到了 看他的臉很恐怖 像面具一樣 經常模仿青蛙這樣跳 準備了 後面的青蛙燈很可愛 感覺有點恐怖 那個人不見了 看一看 看一看 青蛙從人頭彈出來 然後呢 不知道會不會在哪裡出來 看到護士嗎 他們要這樣跨過來這裡 然後 準備出來了 已經看到整個青蛙的人形物體 原來他是青蛙外星人 他扮人 賺到外星人10400元 竟然這次我們幫外星人治病 是多年前一種外星生物體在宇宙間尋找近親 最後找到地球的青蛙 他們計劃拜訪這些親戚為了避免引起騷動 便化身為青蛙形態 不過他們就沒有打算離開 經過幾個世代之後 這些外星人已經厭倦被困在青蛙的身體 於是他們就是 設計了人形的外殼 我們就幫他變成青蛙形態 重返家鄉 玩了這麼久 這遊戲我們第一次是幫外星人治病 證明我們的醫術很高明 超越地球的層次 我想大家都想再看一次 這次要捕捉青蛙彈出來 那一刻 讓觀眾看清楚,我自己也想看清楚 首先護士來按按鈕 青蛙躲在頭上 整件事很噁心 彈到了這個位置 人的外殼就消失了 青蛙就被傳送出來 好像寶寶一樣 現在我們好好照顧著他 進入機器,護士需要跨過這個洞 穿過來這邊 這麼快這個青蛙已經出來了 成功 又一隻青蛙可以離開地球 希望你不要走錯去街市 當作是田雞就麻煩了 去到第八波的目標 就需要去到醫院吸引力65% 其實就不難 只要亂放裝飾品在醫院 留意地下最好就可以發揮多些綠色的作用 好,我們達成了要求 現在快點賣回裝飾品 因為太貴 其實這個玩法難怕太忙碌 我們要應付一波一波的病人 真的有點混亂 沒有時間讓我慢慢去佈置醫院 我們發現潛水員 感覺好像很古老的潛水衣 很搞笑,他走路好像游泳一樣走路 心理病房的新設計 我們的心理醫生和病人是背對背 不會面對面,只是聆聽你的心事 發現新病症,深度水土不復 患者因為雙點棍,水土不復 所以必須穿防護房 要接受藥物治療,並躺下來好好休息 就是這個潛水裝 現在他們要去病房治療 青蛙外星人,我們都是這樣背對背聽聽他的心事 不知道他來了地球那麼久,還有沒有太空的響音 第十波有100名病人湧過來 就是第一次見到這麼熱鬧 現在我們醫院佈局其實都很簡陋 但因為那個要求很低 治好40名病人就過關了 所以不難,不過醫院比較混亂 就是因為醫院的原因 欣賞一下潛水病人,我們如何醫治好他 收8000多元 他走到沒有游泳走 但還未換衣服 他走到沒有游泳走 第十波最後一個病人 完成了一星 終於解鎖了 新的場地24號列口 都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接著解鎖物品有一個海報和冷氣機 終於是掛牆 終於有一個比較像樣的冷氣機 以前用的就是這些 因為這些很麻煩 要維修 大家看看有維修的計量表 但掛牆式就沒有任何計量表 變成之後就不用用冰雕 其實老實說冰雕我也覺得很一般 終於有一個正常的冷氣機 今集玩到這裡,我發覺這個玩法 因為一波一波的敵人 而且有這麼多人湧過來 很難拍片給大家看 因為我是很忙地到處做事 如果想慢慢欣賞病人如何醫治 可能會忽略一些特殊需要的病人 令到他們跑掉 激怒了他們 所以這一關我就專心玩 玩就真的很好玩 因為這一關很有挑戰性 這麼多病人其實這個佈局一定不行 我會改善一下 盡快疏渡一下人流 治好這麼多企業 希望他們不要侵襲地球 乖乖回去鄉下 那就玩到這裡 遲些再看看有什麼搞笑病症 下次見,謝謝,拜拜